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才能被称为家? 这是家最初的样子 一间有遮蔽的屋子 一头大富翩翩的猪 表示下层有猪圈的屋子 远古时,仙民们建造房子 都会先在土中打入木桩,铺上木板 上层供人居住,下层圈养家畜 这种腾空的建筑,能防水灾和野兽侵害 十分安全,是最初的家 至于圈养,猪温顺繁殖能力强 能提供食物,给人以安全感 因此,续养生猪变成了定居生活的标志 后来,不论汉字怎么演变 家的字形,都没有太大的变化 可避风雨,时能果腹 这是从古至今 我们对家的全部幻想 汉字若只如初见 家,安全的稳定住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格子 制作人